多纳多些税了 不过你这么看 如果美国佬之前都说 Train的人用F10是F16的 这个真是很可怕 他用一亿美金来Train你 当然一亿美金是个头的 一亿美金是个头的 那么少?Train是十个? 大家知道Train非常贵 一亿美金真的少得很紧 但是记住这个世界不是一次的 每次都先开个头 美国佬很喜欢这样的 一开个好头就很好的 这件事就突然下一次去5亿 再去10亿 接着就20亿 就像细菌那样去 就像海马斯而已 一开过8个 然后12个 现在16个 然后20个 可能去到下个月 我们再说这个时候 去到170多 可能到时已经20多套了 很快的 其实 你知不知道台湾现在 狂吹的可能会比F-15 或者F-16 或者两个都比 或者A-10 我自己分享了 我觉得美国会比F-16 比F-15多 会会 应该是 因为第一 F-16是全世界产量最多的 如果有飞机 还有机器都要三十几年 如果打跌了 美国也不会伤心 嗯 明白吗 还有它零件多 它便宜一些 唯起F-15 它真的便宜F-15 好多 对不对 它给什么Apple的型号 我就不知道 但起码都是C型 对不对 你没有AB AB太早期了 一定 我觉得最问的也是给C V型呢 就问水一点 问V V可能不会给了 因为V的问题是 不是你有钱 而是给不及货 现在它首先是要给台湾 对 台湾是一定要给台湾 一定给台湾 先给台湾 现在所有国家的V型 都要全部让路给台湾 是啊 其实台湾订了很久了 真的很陰功 台湾订了很久了 台湾订了很久了 台湾自己有份的 V型开发 是的 他们其中一个 即是他们未来有钱收的 所以 他先给他 他拿完 然后其他国家就可以升级了 嗯 我觉得F-15不适合乌克兰 是 我觉得其实机器是适合 但是政治上不适合 不适合 原因很简单 其实马兄你也数到 这个世界有F-15国家有多少 有日本 很少 有南韩 有西加坡 西加坡 西加坡 好像是阿联有 阿联有 阿联有 好像也有些 是的 他有的 有一个小国是有 而那个小国一定不是卡塔尔 哦 不是卡塔尔 好像是卡塔尔 好像是卡塔尔 好像是 哦 如果卡塔尔 我也可以 卡塔尔 卡塔尔和美国是很友善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美军基地 很大的 但是如果他和沙特拉伯就不合 是的 西秀 西秀 是卡塔尔 因为虽然是把他领海领空封锁的 但是只有四架 我也赚钱而已 卖钱而已 还有32架 他买了 但未交货交到位 不要紧 因为他订货就不会少 因为是卖给波音 波音买给他 波音赚钱 那一架就是Epsom EX的来源 SVX是从那里来的 所以我们计算 要么就是很有钱 阿拉伯那些国家 要么你就要和美国的关系很好 还有战略利益是有关的 新加坡是我们的马六甲海峡 一定要看六甲海峡 日本和韩国 大家知道什么 没有了 澳洲也没有 澳洲都是给大王丰 澳洲塞垃圾给大王丰 大王丰也不是垃圾 也不是垃圾 但是海军是可以的 但当他空军机用的话 真是空军机用 我知道Epsom 18 当空军用的就是加拿大 澳洲 瑞士 新兰 好像无路 这几个被困了 还有这四个国家 都买Epsom Epsom 18就退役 现在唯一一个国家 可能会用Epsom 18的就是印度 是 但是海军 海军 去海军 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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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说不过 但是说出来有点失礼 始终海军的战机 是不可能和空军战机困的 空军战机一定是 空军战机的筹载量和巷战一定是完 一定是好的 Eatsom 18有些不一样 Eatsom 18不一样 所以空军战机理论是纯空优 一定好的 其实这次我很看好南韩的KF21 因为Epsom 18也是老的 一架战机 将来这架战机 我觉得这架战机会大卖 很多沙迪亚迈的东西 会买KF21 会取代Epsom 18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可能不会卖F35 给你这架中东佬的 嗯嗯 我很肯定 嗯 因为中东佬是养不熟的 是的 是的 他转头给了中国更混乱 你看他 你看他 现在说叫他增产 他也不理你 是啊 不理你 最近美国是签了300多亿 买星期明星期明星期明 F35 OK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们看 Train的乌克兰的机师 所以Train的F10 F16 我们就觉得F16 是机会大的 因为F16 刚才马兄说了 加上整个北约都是用F16 你只有几架 你一天就用英斯 你用台风 然后用阵风 阵风 阵风只有一个国家 欧洲三杰 然后就是F16 F16 F16 最多就是F16 F16 我觉得是前斗 任务 什么都做到 空战 你做对地攻击 野人 你如果跟震风和台风比的话 F16 F16 是差点的 是差点的 足够的了 但你跟英斯比的 好比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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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实际的 好像可以射流星 是流星 是可以的 其实这三架里面 我觉得英斯这架是最好看的 即是三杰 它做得很紧臭 是很紧臭 三杰 和随典佬製的东西 其实是有自己一套的 设计 我觉得是很酷的 上一代的龙色战机 是很酷的 对啊,龙色战机也是很酷 我觉得那个年代能够弄出这架才能够弄出这架 这架是很厉害的 这个又要等各位网友有想听 我们就再说龙色JS 35 这个就是之后再跟大家说 这架是好东西来的 在那个年代是很滑时代的 很正的 龙色很出名的 龙色很出名的 它真的是龙色 因为它每次飞都会有点噴噴火的 这架是正的 但是有机会就说 英斯是另一个迷你版 但是也不差 现在它会出现E型 Graven E 下一代就是Tampus 它没有了 自己不做 直接拼在Tampus的项目 都是好东西来的 所以有人说台湾应该转英斯 我就不需要 因为你只有F16就不用想英斯 其实你买不到F16那家就要想英斯 不过我妈妈这样说 用英斯有个好处 英斯不一定卖 租也可以 可以租的 你可以跟申报说我要租 因为欧洲的国家 尼斯洛伐克和匈牙尼 他们买不起 租 租的 他们租的 所以很flexible 申报知道自己是劣势 租都可以的 也是赚钱 也是赚钱 也是可以的 其实也赚不少 因为租也不少 租也不少 租也不少 他逐个跟你计算 逐个跟你计算 而且现在瑞典 芬兰又入北约了 更容易华为 是 不过他的制式 全部都是北约的制式 他有拿十六个 所以我说了 这两个国家是假中立 假中立 假中立 其实很多年前 我还是Langkane的时候 我真的还是Langkane的时候 我大概是10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对军事很有兴趣 我研究透过瑞典和芬兰 这两个国家的军事 用的枪弹药 一望去全国北约的 还有你说中立 你每年都会和北约演习的 你是中立 是不是 你通讯也是用北约的 还有我很久之前 我回到去 2012年前 我有一段时间 跟我朋友说 你信不信将来 这两个国家一定会入北约 那时候我朋友跟我说 没有的 两个中立国家不会的 就说 那样多年 真的 梦梦想成真 是啊 所以是好事来的 所以最后他们是可以 集合在一起的 是啊 是好事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 瑞典和芬兰入是 最后整个时候很圆满 是啊 也是俄罗斯自己拿来的 是你拿来的 特别销售 普丁 是啊 是啊 今年是不是特别销售 如果可以颁全球最特别销售 我一定会颁点奖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习林斯基 是啊 还有习林斯基这个 不可以和普丁比的 他们两个都叮当马头 很厉害 不可以和普丁比的 习林斯基是神性一点 哦 不可以和普丁比的 你不可以和普丁比 你一定要拿来的 斯基去增枕上去 增枕上去 他已经去到领袖级了 就是那些什么 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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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就是Holy 一定要加Holy 那些得级别的 明白吗 普丁就做销售 做买钱桌 真的好厉害 有什么领袖人 可以销售两个国家入北洋 真的没有 哦 因为你知道瑞典1815年之后就是不结盟 是啊 竟然打破人家的齋盘 真是多得普丁比 是啊 只有你才能做得到 所以今次瑞典大公国 都被你振进去 真的不是说 真是大公国 挪威 丹麦 瑞典 以及芬兰 以前是大公国 整个都是一体 一体 入了北约 真是拖得你 普丁 真是入了 所以现在其实 我们去到最后 甚至连扎连斯基 经常都说 乌克兰入北约 我觉得这一刻 没错 真的不是说 你知道吗 上次他们进入了北约的武器 我说不出那条条约是什么 他进入了一个不知什么组织里面 观察组织那类 就是说北约武器的制式 就是说学习北约的武器 如何去训组织 是的 我知道 他进入了那个观察园 观察园 是的 那个是好东西 就是差不多 全北约用武器的体系 是让你观察 让你吸收 你觉得有机会是前奏 是的 这个有前奏 这个真的是前奏 还有就算如果真的乌克兰 他进不了北约 是 但是我跟你说 这场仗打到最尾 无论哪个输 哪个赢得好 乌克兰是一定北约化的 一定武器全部用在北约的 用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东西 不会再用你这个俄虎营 不会的了 还有 所以跟你俄佬不对的国家 是全部用在北约的东西 好像这个 这个 吉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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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鲁吉亚这个国家 又很有前奏 可以进北约 但是 问题就是 好像乌克兰 现在是很难搞的 所以 他现在 其实他很想进北约 但是他真的很难搞 他有利己肺飞地 所以很难搞 你知道他的军队是北约化的很重要 是 你说他的枪 对 枪 训练 坦克车 全部西化 是 我说的西化就是 美国新出的东西 他一定要买就是这样 他多少钱都民 是这样 是很重要 是 所以他们应该是想的 他们是想的 我觉得是难的 难了 吉鲁吉亚的地形 也是好像乌克兰 也是很难的 而且他最奋唱的是什么 他对上 他就是隔一座山 那座山 那座高加索 他旁边就是车臣 肺炎 而且他有一个省被人拿了 南部阶梯 是啊 而且他车臣 你知道车臣打仗 也很 他虽然说TikTok 但是其实他有材料 我知道他有材料 就是TikTok 他随时可以攻进你 就是加鲁吉亚的 不是开玩笑 所以加鲁吉亚的地形 也是死在地形 乌克兰也是死在地形 是 没有办法 你黏住旁边 所以我觉得 当年最聪明的都是波罗的海三个 入不弱斯特 我当然是入不弱斯特 真是聪明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入不弱斯特 你不能反抗 没错 当年入不可以反抗 没法反抗 他自己也顧不了自己 自己也顧不了自己 尤其潜艇和核弹都搞不定 是啊 真的很危险 那时候是一个全世界恐怖主义 最危险的时候 我觉得 是啊 你相信核弹可以不见了 是啊 所以当年 苏联解体之后 那个岁月时期 你可以入北约的话 就快点入 真的 真的 波兰 罗马尼亚 那些机会 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 都是大家看俄罗斯 他当时沉一沉 所以现在乌克兰 错过了当时一个好的时机 是的 都是当时的总统 狠居 即是亲俄 那个总统 那个二五仔 其实他们很有趣的 乌克兰一直都和俄罗斯一个情结 其实两个就好像兄弟那样 即是亲戚兄弟那样 是的 是的 因为这个又是讲历史 又是很久 即是 summary 即是很久 俄罗斯的发源就是几乎 是的 所以乌克兰是觉得自己真正才是 俄罗斯的后代 你们俄罗斯人 就是 即是 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 就是这样 俄罗斯是混了很多 是的 是混了 是混了这个 又混了高加索地区 又混了蒙古 混了高加索 蒙古 还有这个 什么海道 以前做的 维京人 是的 其实 其实乌克兰都是有维京血统的 是的 差不多现在欧洲九成都有维京血统 那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就走了 是的 是的 所以就 即是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Anyway 今天我们也做了 现在呢 做了两个半钟 但是其实 还未计算我们之前 乌克兰之前 是的 已经做了三个钟 很久了 是的 有些很久了 是的 很恐怖 每次和阿妈聊也是可以破纪录的 因为我们看的东西差不多一样 是的 如果你想说什么 我已经知道你后面 你想说什么 你已经说到那一段 我后面 我已经知道你想说什么 还有问题是 我们没有人阻止我们 没有西门和阿B姐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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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半钟了 是的 我们一直这样说下去 今天也很好 今天有1400多位网友 现在还在 多谢大家課金 是的 多谢大家課金 还有大家可以的话 就支持乌克兰多一点 因为我都有支持乌克兰的 我都有捐少少钱的 是的 大家支持一下 包括银行 还有我们说他的基附设法报 或者支持国际十字会等等机构 还有我最近看一段影片都很感动 乌克兰有一个小女孩 真的很小女孩 大概十多岁 或者十四十三岁 他捐练棋是很厉害的 即是世界捐练棋 他是世界有名的捐练棋人 即是他有一天 你应该知道 他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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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妈妈说 我怎样才能帮到乌克兰这士兵 然后他妈妈跟我说 你最擅长什么 他说我最擅长捐练棋 你拿捐练棋一件事 就帮他们 他就很慎心 就去了一间市场的门口 就放在档摊 即是每次你给钱 就跟我捐练棋 他那些钱 就会帮助乌克兰士兵 我看到那里 我觉得非常感动 一个小女孩 十多岁 他筹了700多元 虽然不是多 但一个小女孩 700元 不多 真是很厉害的 而且是要捐练棋 而且真的用他努力拿回来 他真的用他自己努力拿回来 然后帮助他自己国家的士兵 我看见他当他拿这700元 有个中心捐 捐给乌克兰军人 那些军人真的哭了 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我想不是这样去报道乌克兰 可能很片面 很碎片化的说 可能说说一些生兵 例如又打残了两架俄罗斯的战车 又捐捐到乌克兰 即不是整个图片给大家看 现在是乌克兰 而且都给大家知道 还是很惨的 其实乌克兰 很惨 这些人们真的很惨 大家有个错觉 觉得乌克兰现在好像赢得开航 不是的 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其实他每天都是拿血 对的 他的命换回来 和平民的命换回来 真的 很惨的 很惨的 我们经常说 防导弹和飞弹的系统 快些给他 他们真的帮人民 不是只是军队的 这些军队其实收起来就好了 收起来就好了 你打不到海马斯的了 还有 我两个朋友说 因为我两个朋友 他们从乌克兰回来 他们的士兵 是真的有自己的MRE 大家可能是军队之后 可以自己热 军粮 他们多数是拿自己军粮 去到那个地区 是给人民吃的 他们自己真的叫我 我是乌克兰市兵 所以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是真的吃一些很坏的东西 大家看到马里乌波尔的时候 他们在钢磁厂都很照顾平民 是 这些物资反正说 是很感动的 压速的人很照顾到他们 就是很保护平民 照顾他们 有些什么事 就是他们谈先 如何可以保护到他们 所以这些都是 大家看到 军人的质素是差很远的 是 就算这次乌克人真的打胜了仗 其实他们是很惨重的 是真的伤了 他们的经济可能倒了十年 不是开玩笑 之前也说了 他们的货币已经去到垃圾级别 已经去到CCC 下一个级别就违约了 就回去就像打完一战一战 一战时代 就是几十个人 我相信乌克兰永远都是比俄国好 因为有美国和欧盟支持投资钱 去救他们 是 俄佬你没有了 你靠中国 没用的 自身难保 所以始终之后也有肉火重生的人 凤凰可以飞翔 我们都希望他可以 像之前的马歇尔计划那样 再重建一个新的乌克兰出来 但是当然历史遗迹没有了就会可惜 还有人病 马里乌可以没有了2万位市民 很恐怖 这个字真的很恐怖 那种死伤的感觉 好像被人以后的核弹打中了一个城市 这么伤 其实都感觉是没有分别的 都好像被以前的乌兰 炸弹打到他全都残了 是的 没有分别的 不过人家可能是那几分钟的事 但是这里就打了熬了几十天 唉 这些真的没有天桩就没有地桩 这些都不懂得形容这些人 真的 俄佬如果真的想靠中国的话 就割地吧 割地给中国 你就有钱了 我想不了 你不割 不会的 不会割到的 你不割 别人都给了 心一割 你不割 他都给了 他不断买你的油 还有 大家注意 俄罗斯近期 其实他卖到的油 是比去年更多的 他现在是赚多了 当然 其实他嘔吐了油 其实是嘔吐了 但是 但是 他是赚多了 Anyway 我在这里纠正大家的想法就是 你不要想俄罗斯有卖了多少油 你现在去赚多少钱 他总之一天打仗 他永远都是蚀钱的 是 还有你有油没有用 你没有晶片 这里就死了 是啊 所以他就要打低级战争 是啊 你现在就去打陆军 你打北约你死了 就是有很多人 特别是 我有留意一帮印度佬 印度人 或者是越南人 也好 因为他比较亲俄 那些人 他永远你看看你制裁没用的 对于俄罗斯 有油 很愚蠢 你有买油 你有油 入换的晶片 可以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嗯 所以未来的高科技的武器 高次音速的武器 没有的 战机 你就很麻烦 很麻烦 还要做一架米格 米格多少出来 你俄佬 米格41 米格41 你算吧 你现在弄回那些巡航飞弹也困难 你不要说弄了这么厉害的东西 你不要忘记 他还有一架叫苏75 苏75 苏75 上年才在莫斯科行展 拿出来的名字 我在想一下 他的苏57 现在是量产 多几架 苏57 我报告最新的进展 俄罗斯国防部 空天部 买了四架 原本是买百多架 不行 现在全部 不到2024 我记得 不记得了 总之他是会买的 但现在买了四架 即是他有四架 就没有军 嗯 四架 所以你看到尽 都只有四架 所以今次在战场上 就不觉得 大家想一下 2011年次飞 十年时间 买了四架 美国的大陆代战机 都已经搞得出来了 即是说 落后多少 大家自己心照 很多 中国的占20 都是2017年服役 对不对 对 现在中国也在玩双座型 他要开展双座型的占20 是的 占35也出来了 对不对 占35这架 Copycat也出来了 对 出来了 是的 我想到 可能日本的五代战机出 即是日本也正在做的 隐形战机 是的 可能那架出来了之后 蘇57才可能有50架 哈哈 你觉得有50架 你真的太看得起他了 我看得起他了 我真的看得起他了 我个人认为 他组装到一个中队就算了 20架 一个中队 十多架 十多架 一个中队就算了 真的好可笑 所以 蘇57就不用想了 他说要發展洪炸机 似乎不肯定 我不肯定 總之我覺得 我唯一佩服俄老 我唯一佩服俄老 他的軍費這麼少 但可以維持這麼多 核潛領 這個真的很厲害 是的 沒有了 現在你有了 瑞典和芬蘭 他連北方艦隊很危險 沒有了 波羅的海艦隊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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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北方艦隊也很危險 現在變成內湖 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變成內湖 波羅的海 你去哪裏我都找到你出來 他真的死剩北方艦隊 是啊 很危險的 因為對方全部都圍了你的基地 然後再發展航母 算了 我拜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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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架 破銅爛鐵 可以開一開已經很好了 你不要再拿出來丟架 那架應該做不回 那架應該做不回 我這個習慣 我很喜歡在Google地圖上 找那架東西出來 我就找到他那架 永遠在那個位置 你找到他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怎樣做 還有其實他應該問 習主席買一架 現在習主席都玩到003 對 雖然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服役 但是起碼這方面 反正你們蘇33自己都是那架 不過你要想一個彈射板 對 但你們當年 烏利揚洛夫斯機號 都已經打算要做彈射板 隨時你們都有設計的 好像那個設計圖後來是被美國買斷了 設計圖不肯定 但是施工圖有機會被國外拿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設計圖未必 大家都知道那個故事是怎樣的 我就不用多說 那架烏利揚洛夫斯機號 那架烏利揚洛夫斯機號 還有電磁碳射 都是很大 但是有些美國都搞到這樣 中國那架 我不知道怎樣 那架烏利揚洛夫斯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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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 真的十年了 我只能這樣說 在黨的偉大的領導之下 就是我們凡人不能夠理解他們 這架烏利揚洛夫斯機號 這個字是講完才明白的 是不是中國有一屆東西 是不是抄襲了AC130 我今天看的新聞 我以為是AC130 後來我看回它叫做雲九 雲九不是抄襲AC130的 嘩 看起來很像 雲九是抄襲AN24 即是那一屆的 俄羅斯的 是俄羅斯的 對 抄襲俄羅斯 不是啊 他這架真的好像抄襲AC130 不怕不怕不怕 你麥克風和我再說 你給了照片給我 我看一會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之後給我看 那架不知道叫雲多少 但我今天才看得到 你為什麼這麼像AC130 因為其實雲八雲九 都是同一個媽媽 這樣覆蓋了 是同一個媽媽生的 是的 所以我們再看 你之後給了照片給我 我再告訴你 叫Y9 就是混狗 最新的版本是有四塊螺旋翼的 是的 我一看 為什麼這架這麼像AC130 如果我尺寸AC130 就應該大一點 大一點 大一點 對 AC130我上過去 跳襲山軒 那架是不錯的 是的 你看上次C130 C和中國 C和中國 這邊有個牙齒印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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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事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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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危險的 不要亂做 你以為巴倫之外手術都這麼容易 你是每次都成功的 你做到你的手術都 做不到 你做不到就變成黃偉 是的 認一年 黃偉那時候就自己醜了 是的 黃偉就是做一次給你看 什麼叫失敗的巴倫之外手術都 就是自己的尾掌被人剖開了 是的 你以為你用你的尾掌剖別人的記憶尾 就被人的螺旋掌搞爛了你 但是那次中國賺了 唉 說是這麼說 沒有了一個飛行員就慘了 沒有人 但是他要逼破那個東西 拿上你的技術 這個就 是 但是我覺得這樣說很不輕香 拿些飛行員前兵 你問我一下 我覺得很涼薄 哎呀 就是因為你老公死了 我們中國飛躍了十年 嘩 你真是 我老公 你老公是死的 你不會拿這些來講 但是不知道什麼人就會這樣說 雖然是死了 但是這些東西你知好 沒有拿出來說 很噁心 你當你的命就是命 而且 美國佬一定是寧願救回機師 也不寧願這樣拿十年 機師永遠是值錢那架飛機 這件事是無可真 這件事是無可真 神經病 F22沒有了 可能現在弄不回 但是起碼有F35頂住 但是機師沒有了就沒有了 所以永遠人命是比那架飛機 這件事都是 在美國人命是最重要的 不會是比人命貴的 神經病 我頂不住 其實我到今時今日 我也是頂不住這種願望的 總之我對國內的粉紅是沒有什麼好感的 還有我最搞笑的 我覺得無知無知到的程度就是 船艇上來 升國旗說宣揚國威 你腦袋什麼宣揚國威 真是 有全世界都笑你 整下這枝蛙 這個我們也有節目都笑過 以前 即是他說宣揚國威 我頂你的肺 你被人逼上來叫宣揚國威 你懂不懂潛艇的 我雖然不是很嚴重潛艇 或者船沒有你們這麼專業 但是我也知道 如果你的潛艇被逼上水面 你就糟糕了 明白嗎 什麼叫潛艇 潛艇在海裡不讓人發現 這些才是最大的威脅性 你逼上來宣揚國威 你老闆什麼宣揚國威 其實潛艇只有幾個情況可以浮上面 第一個就是他出了意外 就像上次海狼號 海狼級那架出意外就要浮上來 因為你不浮上去就很危險 很危險 第二個就是回到自己安全的水域 例如國家的水域可以浮上來 可以浮上來 第三個就是你所說的投降 被不逼 所以只有三個 你第四個也想不到 那你就想一下是誰 首先日本水域應該不安全 當然不安全 第二個當時船也沒有炒 所以第三個一定是 沒有炒 還有第二個就沒有 大家如果聽到軍武器 就是小中宣揚國威 最近又不是宣揚國威 在廣東話說得那麼值得 我們這些不怕死的人 真的直接浮上來 馬兄差不多了 你那邊幾點 OK了 兩點半了 我都睡覺了 我老婆都睡到隔 在這裡 Hello 是 馬兄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聽不到你說話 突然間 不是喔 我聽見你 你聽不到我 我在說話 我聽見你 不知道為什麼 聽不到 我聽見你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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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 是否突然尖咪 這麼大 馬兄 我沒事 可以可以可以 沒事 我沒事 我是聽到你的聲音 我是完全沒事 可能我鬆了 OK 可以 你那邊幾點 兩點多 我給你休息一下 因為有些人說 我們四個小時 虐待你 是不是我虐待你 我日休息 沒有所謂 你要睡覺 我們日休息 下午 網友繼續聽 好 謝謝大家 今天日期五月很豐富 因為今天有馬兄在這裡 我們一起聊天 最後我們說的是郵票 郵票第三套 第三冊 這次化為烏有 就是把拖拉機拖走別人俄軍的坦克 化為烏有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可以訂就訂 不過我每次都訂不到 這是BMP-1 BMP-2來的 不是坦克 我先看看 這是運兵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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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大家隨便 大家多多支持烏克蘭 斯拉瓦烏克蘭 大家多多支持 其實因為他們還是很慘 現在香港很多主流媒體都不報 即是久不久會報一下 久不久會報一些很片面的消息 所以我們都 我希望 沒錯 大家不要遺忘烏克蘭 真的 我兩個朋友下個月又回去了 真的 又回到烏克蘭 回來一個月 因為回來陪他們家人 又回去了 真是 好偉大 Good luck to them 真的小心 真的小心 他們被人抓到要死刑 他們是真的上前線 他們真的 他們說這次可能會去烏克蘭 他們從烏東回來 現在這次可能會去烏克蘭 做反攻 我跟他們說 小心點 打城市戰 你知道什麼事情 撿生 然後 CQB 我跟他們都支持CQB 我跟他們說 撿生 因為CQB 因為我們香港一個媒體其實很支持烏克蘭 說一聲 讓烏克蘭知道有香港人會支持他們 沒錯 如果真的 我不知道烏克蘭有沒有香港人 現在在那裡 但是有的話 可以聯絡Larry 我們純粹是送上我們的祝福給烏克蘭人 知道其實有人是關心你們的 我們會支持你的 有個傻子是真的會做足一百多天支持你們 因為我們真的被你們感動了 還有大家公平 香港人的精神和烏克蘭人的精神其實很相似的 大家是很相似的 我們都希望大家互相支持 因為當年他們有支持我們 其實烏克蘭人有支持過我們香港人 我朋友去做追擊手 我朋友不是追擊手 我朋友是打近戰的 是真的打近戰 就是賺命播那些 你喜歡那些 你喜歡那些 他不是追擊槍那些這麼炭的 在烏克蘭沒有牛扒咖啡和牛奶酒喝的 當然沒有 沒有 沒有想像美國那樣 沒有 你看李根講也知道 他們都是很慘 好 我們來到這裡 否則有時間去聊 好 我們今天第152烏克蘭的節目來這裡 多謝馬兄先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我每天都在這裡 每天上來你都會見到我的 你喜歡每天上來你都會見到我的 不是 有時候我在 有時候 我真的在 Discord那裡都會見不到你 所以沒想 而且我沒有時間 好像剛才那樣 你在討論區裡叫我 我看到你 因為我逐個看的 你知道嗎 我逐個讀 所以你當然是說 我可以 我Discord 我只是你 平時我不開 因為平時我不開Discord 因為開Discord 對 1,300 like 再說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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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3烏南根節目再見 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